這日天氣晴朗 你路過青樓 我已經看見浪運氣輕功 跳上二樓的房間 那是浪 他鬼鬼祟祟在這幹什麼 難道要做什麼三天害你的事嗎 突然二樓房間喘了一身女子的尖叫 不好出事了 浪你要在幹什麼 吃我一招 欠我一招 公子入手 讓姑娘送我的恩人 恩人 他好會幫人 小哥哥 飯可以亂吃 或不可以亂說 公子 您所不知 小罪七歲喪魔 母親屍骨未寒 幾乎就將我強姦 所以會沒有拿著青樓之地 突然死不懂規矩 一定被媽媽打得劈開肉戰 有一夜 我死在屋方忍受下自殺了事 信得讓姑娘也相救 才不要下次咬命 好可憐的聲勢 後來讓姑娘告訴我 現在我有個不成為的規定 每個月必須交給媽媽一些零子 不然就會被鼓打 什麼 就好這樣的事情 功夫都不管嗎 小哥哥 你在逍遙古中快樂成長 沒吃過苦 哪知道底層百姓的苦難 成長以後 每個月讓姑娘都歸我 過來送銀子 憑著讓姑娘的銀子 我才活到現在 讓姑娘 你是我的大恩人 請說我一拜 好了 你都磕了多少頭了 你吃過磕筒 煩不煩 小哥哥 你這樣看人家嗎 你是不是看上奴家了 要不要 一起去小樹林啊 這種 對啊 去啊 去小樹林做什麼 小哥哥 你隨我來就知道了 到了 好美的景 啊糟糕 不見蹤影 難道被那個人嗎 好 快轉 哪裡來的小姑娘這麼漂亮 要不要去和龜哥快活快活 我就喜歡你們這麼狂野的 嘿嘿 妹妹倒有眼光 哥哥們會好好疼你的 那幾個事情破皮竟然搶搶民女 更還是我行下戰役的時候了 那幾個賊人竟然搶搶民女 還不趕快駐守 欸 浪 怎麼會是你 真是的 這位小哥怎麼不解風情啊 打擾我的好事 這些傢伙真作死啊 竟敢找這天一城在殺手 不行 那會殺了他們的 光電話日朗朗乾坤 你們竟敢做這等行徑 還不快快離開 你誰啊你 敢搞我的事 揍他 大哥 我 我們知道錯了 以後不敢了 小哥哥 你哥哥你 太粗暴了 不過人家最喜歡你粗暴 你換了人家好事 可賠給人家 好啦 這個就行 你不要做壞事 你不要做壞事啊 不然我還會回來的 想 不還 你剛才還不是挺大膽的 怎麼想跑呢 小哥 你是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醒來 啊 對不起 你以前讓人興趣 雖然一般來說被天一城殺手盯上 這麻煩 不過這次應該是好事吧 對吧 把酒引花 好 繼續 小哥哥 第一次 你自己敢違抗腦子 別忘了是誰把你找 骯髒的地方帶出來的 現在加入天一城 成了殺手 就感覺自己翅膀硬了 你欠本宮的 這輩子 多休想歡清 你需要得意 欠你的 姑奶奶 我只會還給你 呵呵呵 自稱姑奶奶 本來這天一城堯開發的很好 老老實實替本宮做事 不要妄想自有了 本宮 得意你的好消息 這櫻娜男子是誰啊 看起來好噁心 休休問問浪吧 浪 你沒事吧 剛剛那個男子是誰 是你 那剛才我們對話 你都聽見了 是的 此人欺人太甚 他到底是誰 太過分了 他是我的恩人 也是我的仇人 什麼 其實 我並不是中原人 我是套爾羅人 我應該沒唸錯吧 倒是聽說過 我出生窮苦家庭 四歲那年家裡 實在窮得沒有能力 服養我和弟弟 於是家裡 更懂事的我賣了 那個人叫我買下後 將我服養長大 並給我吃一些神秘的藥物 長大後 我又變成現在這個模樣 不陰不養 成為他所中的工具 不陰不養 可是我看你現在長得挺美的 挺美的 哈哈哈 不美人行嗎 在那首相 孤男人那時 這麼吃喝那些 喜好榮陽之風的達光貴人的 什麼 榮陽之風 是啊 真的有真相 你是不是很嫌棄我 看不起我這樣的人呢 浪我不嫌棄你 這不是你的錯 是嗎 你真的不嫌棄我 當然 不過你現在不是天一層的人嗎 怎麼還會聽命於他 天一層 他就是天一層後面的人 我只是他的傀儡 哈哈哈哈 那他是誰 不要多問 被他知道了 你會念念你的親友和朋友的 回去吧 把這件事忘掉 你今天從來沒有見過我 好 好 3 3 OK好 等明天吧 咦 那邊 往暗箱走著的女的 好像是浪 他這是要做什麼 不行 我得跟上去看看 真是的 這次目標也太醜了一點 這種傢伙 不應該讓毒或者款來解決嗎 偏要吵我 那 你又要做些什麼 哎喲 嚇我一跳 原來是你啊 你覺得我還能幹什麼 當然是要去快活快活啦 我都聽見了 說 你們天一層又要打什麼鬼主意 什麼鬼主意不鬼主意的 說得那麼難聽 這次我可是要替天行道 要幫受苦受難的百姓 去對付官官污吏呢 這可是行俠戰役啊 你以為你這麼說 我會信嗎 我又何必騙你呢 還不是當官的示意妄為 百姓名不聊生 你們這些大俠不去管 他們只找我們天一層來幫忙啊 嗯 應該是選二吧 何況你們也沒收百姓的錢 你這麼做好像是貪官怎麼去 我把這件事告訴師伯頭 但是 我也要阻止你 哎喲 小哥哥 人家好怕胖啊 不過 你這是人家嗎 哇 哈哈 這要選一是不是 哦 這是之前的 欸欸欸欸 那全部修復喔 這也太累了吧 之前不是只要一次就好了嗎 不會嫌棄 哦真麻煩 所以千萬不要失敗啊各位 你好像不是很樂意啊 可是我剛才聽你的語氣 你好像不是很樂意的樣子 呵不是嗎 人家喜歡的是你這樣帥氣的小哥哥 才不會看那種又愁又愁又蠢的蠢觀呢 我一直想問你 你真的喜歡現在的生活嗎 你完全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做會讓你開心的事 你現在的生活 我對你開不公平的 小哥哥 你真的很有趣 一個正道的大俠 卻一個天一城的殺手快樂 我真的有點心動了呢 你不是說要我做些想做的事嗎 我現在最感興趣的就是你了 小心喔 你現在可是被我盯上了喔 我這個 我這個 好繼續 你知道嗎 你這是怎麼回事 忍不不借 總目不壞 你消息也沒有一個 還有報告說你最近和一個正派地在一起 你是怎麼回事 還沒什麼話 那我好好教訓教訓他 他得回天一城去 就憑你們兩個東西 我沒事忘 把你們兩個綁在一起 輕功也趕不上我一半 好狂啊 人 我要打死你 怎麼會 怎麼會提不起勁啊 哼 你該不會忘了代號吧 我可是這麼為你準備的古藥 你今天穿插尺也難逃了 你們兩個 有點惹我生氣了 你們真的以為我打不過你們 原來啊 你只是我們幾個最弱的 還真敢說啊 就算你有多厲害 動了我嘟嘟 也用不出來了吧 住手 我不會讓你殺他套的 連哪還有人偷挺 為什麼不常好自己出來找死 真是不聰明 小哥哥 這可是天一城內部失誤 你還敢來管這事 真不知死活 還是快趕快走吧 讓 我剛剛都聽到你們說的話 既然他們想阻止你做想做的事 就讓我來幫你吧 你當時說過你要迷倒我 這個樣子可沒法迷住我的哦 讓 你真不行 被這樣的馬頭小子迷住 我們天一城 可不要你怎麼丟人的殺手 小子 你自己找死 那就別告我們處處太重 小子 這是沒完 別忘了 來略方長 那這兩個叫我走了 趕快運功解讀吧 不必了 你成功讓天一城懷有的忠誠 傻手了 已經沒有價值了 那不是正好 你可以脫回天一城 自由自在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沒有人會再逼你 我一直都相信 你的本性是善良的 只是因為所屬的環境 而不得不讓自己變得瘋狂 小哥哥 你幹嘛這麼關心我 是不是被我迷住了 這個 就算身體的問題 你有沒有自暴自棄 防身容易改變自己的狀況 也許我們可以成為很好的朋友 成為朋友 嘿嘿嘿嘿 什麼樣的朋友 可以一起去小樹林嗎 小樹林還是算的 終於有一日 你會心甘情願跟我去小樹林的 什麼啦 這什麼雀琴啊 傻眼耶 好 最後一個 要知道 他今天青龍幹什麼 不行 他別在想做什麼壞事 我也跟上去看看 不能讓他害人 鬼鬼祟祟 肯定有什麼古怪 讓我偷偷進去 看他就在搞什麼名堂 這是什麼東西 怎麼這麼香 怎麼突然變得好熱 就像身體著火一樣 好難受 我只是走好路 我忘了嗎 怎麼以前 當天前面給我看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話 我當時誰偷偷摸摸跟在我後面 原來是這個小傢伙啊 怎麼樣 解決的民情之妖 智慧如何 又不要姐姐幫解毒啊 你這什麼鬼祟 趕快幫我解毒啊 好啊小哥 那奴家好好伺候伺候你 你幹不脫衣服 這是什麼感覺 你要幹什麼 很快也被失去意識 待會待的清醒 過來 你正躺在青樓的房間 床上 神經氣爽 小哥哥 你是不是食水舞滋味 想要再來一次啊 你放心 我真的是正道大小 我會保守這個秘密 偷偷的去找你 那你每次都能盡情的享受 這個也可以 你進行發現自己的慾望 輸入之後 那 欸這應該是主角講話吧 歌姬住行 小哥哥 你想不想一起來 可以考慮一下 哈哈 什麼啦 靜靜自哀 你 你們 是 梳姬留放後是 魏後是 心理學 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吧 营救身體的慾望很秘密 傻眼 生死相托 勾還可以攻略喔 傻眼貓咪欸 應該全攻略了吧 女生應該 不是她不是女生 720 OK,好啦